佛舍 上天充满 荣耀 幻名 敬拜 全能地上 我们尊重你 上天荣耀 存贵 能力 都归于你 诸天书说 天赋的荣耀 穷藏传扬 奇妙的座位 张开双手 万物的伯足 万口承认 你是我们的神 万口承认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好 明滴就为你 你去情 旧的生命 万物西场 哈利路亚 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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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口 大家看看 三年 三年 以后 这一年 不得 当时有佛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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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助我依然能向你 我愿一生全心赞美 你起表着能抵抬 你是我和你是我被难所留意了 我的一切每个清醒永远付出尽 我愿意拯抬你 向主欢呼 圆圈地一样伸长 送赞荣耀 能美贵与绝望 容身归拜 众海洋光雾 歌颂主地生命 我要马尝你大难的所谓 我要永远爱你永远的坚定 不亦是我能与你的应许 像将诸和胡云全体一样生长 送在荣耀的玫瑰与君王 众山归白中海洋 万物歌颂诸 不亦是我能与你的应许 可能是不亦是我能与你的音许 可能是不亦是我能与你的音许 我能与你的音乐 你应该叫抓紫图 你应该叫抓紫图 那種特是你 你应该叫做舫图 王红亚很美 王红亚真的很美哦 王红亚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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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关起一山门 他避开一条新路 不疑我 不疑我 我心仍要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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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美如星球 更多有力量 陪我施加走 本君先借你 谁出国早降临 更匆忙林里 去寻找失丧人 求主越南 我心单独输你 求主越南 我心完全属你 看求恩主 谁出我中间哟 借尽我守我 冬数你所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心想想要 economies 争取那些速调 在同年中有练避的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rainerEm 擦的擦的擦忌 教主愿何不信不信 跟教主愿何不信不信 跟教主愿何不信不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教主愿何不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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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家主之平安 我们的崇拜还有两分钟就要开始了 可请大家都可以安静自己的心 预备我们的心 等待我们的崇拜的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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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 让我们今天在他的殿中 一起敬拜他 诗篇138篇这样说 我要一心称谢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 称赞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的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我们一起起立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有这个福分 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 主要我知道在这世界上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困难 但我也知道 你永远在掌权 求你帮助我们 在所有的境遇中 让我们记得你的应许 并且提醒我们 我们拥有那与你同在的 美好和永恒 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可以因着你 在这里站立地稳 求主赐给我们信心 向我们一起欢呼 一起求你的救恩 来到我们当中 听首诗歌 向主欢慧 主耶稣 我救助 不依然能生命 我愿一生 全心赞美 你奇妙全能抵达 你是我 感慰是 我比达所有的力量 我的一切 每个气息 永远不出心 爱你 向主欢呼 愿全地要生长 送赞荣耀 当玫瑰与君王 中山归拜 中海 要欢呼 歌颂出 无敌生命 我要换成 你大能的所谓 我要永远爱 你永远要坚定 无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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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 我愿一世 我愿一世 全心赞美 你奇妙全能抵达 爱 你是我 但为时 我愿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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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一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奔向你大能的作为 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 不一时我能与你的一世相比 是的 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 他是赐给我们应许的神 耶和华是我的诗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这是我的神 我要尊重他 我们的属 我们的神 你是每一个荣耀 就会全力 求你的荣耀 临到这里 让我们明白 你是那位大能的主 祝天树首 天赋的荣耀 从苍穿阳 奇妙的所谓 将开双双手 弯芒的包足 万口成人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圣殿宠满荣耀 万民敬拜全能的神 我们尊重祢 圣殿荣耀 尊贵能力 等贵的余力 初见书首 天赋的荣耀 穹苍穿扬 奇妙的所谓 祢是我们的神 祢是我们的神 圣殿的神 我们尊重祢 圣殿荣耀 尊贵能力 都归于祢 哪里 祢是我们的神 聖�ze 不方便 你说话 命令救灵 一瞬息 救灯声音 万物欣赏 哈利路亚 圣在圣 在圣在 我们的身 坐在宝座上 圣天充满荣耀 万物欣赏 全能提升 我们尊重你 圣天荣耀 能存归能力 能归于你 我们尊重你 圣天充满荣耀 大家请坐时间教堂 看到 感谢主啊 我们真的是有能够在一起 在这聚集 能够一起来敬拜神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 特别的客人 他是英文堂的Royal 他呢 被神呼召将要去到中东 去更多地去寻求神 也愿意去在那边去服侍 当地中东的群众 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告诉 让他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神在他身上所说的话 要他所做的功 好吧 我们有请Royal Royal will welcome to share with us and May will be translating for us Good morning Central I'm Royal It's lovely to be here for the 9am Mandarin 早上好 弟兄姐妹 我是Royal 然后很高兴今天能来这里 跟大家分享 首先感谢赞美主 那个可以聚集我们的主 然后让我们聚集在这里 Indeed God gathered me to Central Baptist Church in 2014 where I became a Christian 确实上帝神在2014年 把我聚集在中进会 然后在这里我成为了第一教徒 And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here have generously supported me in various short-term mission trip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非常慷慨地 在我的各种短宣的旅行中 给予了支持 Next slide please Thank you It is from this support and also the diversity of CBC with us having many languages as one church that I'm encouraged to see how God is gathering His people in Turkey 也正是在这些支持之中 以及中庆会的多样性 不同语言 但是同一个教会 让我得以鼓励地见证到 神是如何聚集土耳其的人民的 So in Turkey only 0.5% of the population are Christian 在土耳其 只有0.5%的人口 是基督教徒 But I know and believe God is at work One of my friends here in Izmir in Turkey came to faith last year 但是神还是在做工 去年当我在 Izmir的时候 我的一个朋友 在那里决志信主了 Next slide Thank you Turkey is very unreached in terms of the gospel But it also has very deep physical need Turkey is一个闭塞的国家 但又是有很深的物质需求的国家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February this year Many in that area are still now living in tents 在二月份的地震后 许多在灾区的人 能生活在帐篷里面 But God is using the local Turkish church and the broader church to love these areas both physically and in sharing God's love 但是神在带领土耳其 当地的教会 去通过物质上的帮助 以及分享福音 去爱这些灾区的人民 Final slide please Thank you So next Saturday I will fly to Turkey to serve alongside the De Jong's church in the earthquake-affected city 在下周六 我会飞去土耳其 和当地的De Jong教会 同工 一起去服侍 在这些地震 受影响在去的人民 So I hope to serve there for however long God willed me longer term 我希望可以长期地 在那里服侍 不论神 希望我在那里多久 So I am sharing to invite you to pray and partner with me 我在这里分享 希望中进会的 弟兄姐妹 可以为我祷告 并且加入到 我的这份事工中来 So really the most most important thing I ask for is prayer 我最最重要的 请求是 祷告 So if you are willing please sign up to my prayer email updates when I am there 如果你愿意 请注册我的 邮件带导更新 用这个QR code God is powerful He provides and when we seek Him and His will we can praise Him for His provision 神是大能的神 祂会供应 愿我们一直 寻求祂的意愿 和祂的供应 and if in prayer now or later God moves and inspires you to financially support me and the Turkish church there then I also will praise God for how He provides 如果你在 祷告的过程中 不论什么时候 上帝有感动你 希望你在 经济上的支持我 和土耳其的教会 那我也会非常感谢 赞美主的供给 so feel free to chat and ask more questions later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but I'll finish on this last one thing 我还有很多 想要分享的 请大家也 来找我 然后 问我更多的问题 我也愿意 跟大家分享更多 Let us continue to be gathered by God as one church May we all continue to pray for one another and know that through that God provides and is providing 让我们继续 被神所聚集 愿我们继续 为彼此祷告 并确信神会供应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owing me to share and for your prayer as well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如药 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一会儿奉献 祷告的时候 也为如药一起祷告 好吗 现在到了奉献的时间 我们都知道 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 那么 甘心乐意的奉献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还是鼓励 做电子转账的奉献 也可以一会儿 在收取奉献带的时候 可以做现金的奉献 所以今天想特别提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奉献的 报告 大家看一下 六月的转账 达到了百分 六月累计达到了 百分之一百七十八 我们有弟兄姐妹 为了教会 知道教会的需要 做了特殊的奉献 我们真的是都感谢神 所以在这里 如果神给你有感动的话 就请大家继续地 为教会来做奉献 奉献诗歌来自于 《生命圣诗》三百七十四首 《更像我恩主》 《更像我恩主》 那是《更像我恩主》 《事客下沙默主》 他要尝 Antarctic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里天父我们都一起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都首先为Ruel祷告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come before you to give thanks and pray forRuel we thank you for givingRuel the courage to step out of his comfort zone and letting him have a clear vision willingness as well as determination of where you want him to go to bring the good news we know it's not going to be easy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country he's going to is vastly dominated by other religions we pray together that you may continue to give him strength to give him courage, wisdom and peace while he's there and we pray for the Holy Spirit to guide him through the uncertainties and replenish him when he's tired and weary we pray that this new experience will help to build his journey of faith and for his safety return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千天父我们也在一起 为了奉献而祷告 我们都知道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我们都知道你是全能的主宰 永在的父 我们都一起来到你的面前 千辈地为奉献祷告 我们都非常的感恩 我们都有看到六月的奉献 我们不只是达到了预算 甚至还远远地超过了很多很多 而且多出了75% 我们真的是看到 真的是因为有你的恩典 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数字 我们都感谢神 我们都让弟兄姐妹 都看到教会的需要 有一颗奉献的心 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往往看别人来做奉献 真的是很容易 但是轮到自己的时候 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尤其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生活的压力 真的是都很大 但是神我们都求你 可以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 让我们可以有一颗 甘心乐意的奉献的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 赏赐的世界和华 收取的世界和华 求神都可以悦纳我们小小的奉献 我们在这里 为了教会的其他事项 就几点向你祷告 我们首先都为了教会堂的几位 我们都为了教牧团的几位牧者 向你祷告 我们都求神 都保守险牧师 他现在还在享用他的 长期服务假期当中 也都可以求你 都让他有充足的休息 也都求神 也都可以保守他的一家 我们也都感谢神 流传到一家在过去几周 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求神可以继续 祝福流传到的服饰 都可以 让他可以继续为神做见证 我们也都求神 继续可以赐给我们的教牧主任 帕斯壮 有健康 还有智慧 还有能力 在CPC可以担任 教牧主任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 他的工作都很繁忙 我们也都求神 让他在这个繁忙的事奉当中 都可以有休息 我们的太语堂的难传道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看到 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的太语堂的信徒的增长 真的是很多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也知道 难传道 他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我们都求神 给他聪明智慧 让他有更多的工作的技巧 还有与会众 他还会与会众 进行更多的辅导 也都求你 都给他聪明 还有智慧 我们也都 在这里 我们都知道 经过了两周的休息之后 我们的儿童主义学 儿童施工 也要重新开始 我们也都祈求圣灵 可以引领 伊瓦姐妹 还有所有儿童施工的老师 还有并且协助的童工 在新学期开始 可以更有智慧 更有能力地 去教导这些孩童 让这些孩子们 在基督里长大 我们国语堂方面 我们的肖寒姐妹 最近产期临近 球主都保守 她在最后这几周 最后的这个阶段 一切都可以顺利 给她和Tony弟兄 所有满有 从神而来的平安 还有智慧 都可以准备 迎接宝宝的降生 我们也都 求主的保守 国语堂 亲子主的孩子们 可以健康地成长 甚至也让父母 都可以愿意 按照圣经的话语 来教导和陪伴孩子 也都可以带领他们 走在神的道路上 以上不配的祷告 是否 主耶稣基督 名号祈求 阿们 接下来有请李松弟兄 为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 本着的经文 记载在 以赛亚书四十章 一到十一节 请听神的话语 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 说安慰的话 又向他宣告说 他战争的日子已满了 他的罪孽赦免了 他为自己的一切罪 从耶和华手中 加倍受罚 有人声喊着说 在旷野预备 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 修平我们神的道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地 要改为平衡 齐齐齐齐地 必成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 必然显现 凡有血气地 必一同看见 因为这是 耶和华心口说的 有人声说 你喊叫吧 有一个说 我喊叫什么呢 说凡有血气地 浸都如草 他的美容 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貂蝉 因为耶和华的气 吹在其上 百姓诚然是草 草必枯干 花必貂残 唯有我们神的话 必荣远立定 报好消息给西安的 你要登高山 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 你要极力扬升 扬升不要惧怕 对犹大的诚意说 看哪 你们的神 主耶和华 必向大能者领导 他的绑币 必为他掌权 他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他陛下牧人 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绑币聚集羊羔 抱在怀中 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以上是神的话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 看哪 你们的神 简单是刘雨昕 哎呀 隔了 八个月 隔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又能够站在这个讲台 好像还是有一点点不适应 但还是非常的感恩 就是能够回来以后 又能够重新地回到 在这里能够去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八次的讲道当中呢 我们整个教会 不只是国语堂 我们整个教会都会要通过这个以赛亚书的40到44章的内容 来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主题 A Fresh Start for the People of God 一个神子民展新的开始 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整个的一个主题 这也让我们能够通过这样八次讲道 通过这个系列来更好的认识神 是如何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走出困境 以及我们怎么更好去明白神对我们真正的心意 我们来到神话语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 我们的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也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有依靠 主啊 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永远立定 我们也知道你的信实永不改变 主啊 以后接下来的时间 你都与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 我们将个祷告 是我们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弟兄姊妹妹们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陷入过困境的时候 你想要别人来安慰你 想要别人来帮助你的时候呢 就可能就像是好比你陷入了一个很深很深的 黑色的一个地洞里面 你在下面大声地说我被困住了 这里好黑 我快受不了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都想要去呼救 都想要在困难中得到安慰和支持 当然也有可能一些人不太想要 当中有很多的原因了 可能就是你曾经的去经历过 原本你问题不是很大的时候 被别人安慰又反到雪上加霜 你变得更加的郁闷了 你对他非常非常地有反感 当然人家一定是好心的了 他尝试着来安慰你 让你事情 让你的事情 让你的状况变得好一些 只不过他可能不太懂得怎样去安慰人 我自己有看见过一些安慰人时候的负面的一些例子 他就说有人流产的时候 他就安慰对方说 至少你还能够怀孕 我认识到的某某 他连怀孩子都没有办法做到 还有人说 我的一个孩子Peter 他马上就被学校开除了 但是那个安慰的人却说 至少你的女儿Sarah 还是个好的学生 还有的就是 他们没有办法 一些人他没有办法真正地体会到 身处困境中这些人的难处 只是一味地说 It will be fine 没事的 所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其实当你的身处困境当中 又遇到这样一种安慰的时候 你可能够理会到 你可能体会到他的好心 你可能会礼貌地对他说一声谢谢 但是你内心其实是在爆发的 你根本就不想要跟他去说话 你根本就不想要他来安慰你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安慰 他的安慰变成了一种反面的效果 但是呢 其实不管你想不想要被安慰 但其实真正的好的安慰 对于身处困境当中的人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知道安慰的英文是comfort 但是源自于拉丁文里面的一个fortis 这表示强增强的意思 我们学习音乐的人可能就会知道 这个fort或者是f在演奏中 在音乐当中是 你是表示一个 你要更有力量的音量来表达这个音乐 是一种更强烈的方式来表达 是一种增强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而comfort本身 它的意思就是为了要增强 为了让你变得更有力量 而真正的安慰 是能够给人带来力量 真正的安慰 能够让人心里去得到 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而这样好的安慰 真正的安慰 就需要进入到生命当中 与你来联结 去体会和理解你的现状 这样的安慰 会帮助到你去舒缓 你在当下那个困难的环境当中 所带来的那种心里的 各种负面的情绪 这样的安慰 会让你去得着力量 会让你去刚强起来 与你一同去面对前面的处境 而我们的神 就是一个这样的安慰者 但他具体是怎么样 安慰困境当中的人呢 我们会在今天的经文中 具体地看到 但是在进入经文之前 我们先要了解 这一段的以色列人的历史 而这样我们了解好 这样的一个背景以后 就会更好地帮助我们明白 为了八次讲到的这样一个内容 好吧 我们这个背景 是在未来八次讲到的中 都会拥抱 其实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呢 以色列人是神特别拣选的 立约的子民 就很长很长时间以来 无论以色列人 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神都一直与以色列人同在 不断地将他们 从危难当中拯救出来 无论是过红海也好 进迦南建立以色列的国家 神用各种各样的恩典 都与他们相随 神是一个赐下恩典的神 但尽管如此 这以色列人却越来越远离神 他们没有再纪念神 以他们所立的约 总是不听神的话 敬拜别的偶像 甚至在他们在外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下的时候 他们还是不愿去寻求神 反倒去另外的国家去结盟 要靠着实际的那些军事力量来抵御外敌 他们没有寻求神的帮助 而以色列人的第1到39章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先知书 都记录了神 他不断地拆派 又拆派了很多很多的先知 来到以色列人当中 去传讲这样的警告和审判的信息 提醒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 他们要回转向神 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国破家亡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但是结果怎么样 以色列人却并没有任何的改观 他们最终也不得不品尝恶果 像神所警告的那样 耶路撒冷在公元前第6世纪的时候 被巴比伦攻破 百姓们被掳走到异国他乡 他们生活的地方 距顾向巴勒斯坦 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 中间有难以跨越的旷野以及沙漠 而且他们的命运并不在自己的手中 他们的生死 都是他们那个宗族国而决定的 先是巴比伦人 后是波斯人 此时此刻 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漂泊在外 已经有这样的命运 已经几十年之久了 他们的心中是怎么样的 他们充满了无奈 也充满了疑惑 其实在那个时代 所有的人都相信 国家之间的战争 就是自己所信的神之间的战争 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灭过了 是不是自己耶和华 这个神 自己所相信的耶和华神 没有别人的神有能力呢 是不是比不过巴比伦的人的神呢 又或者是说 我们是以色列人 他知道自己太过于悖逆 以至于神不再爱他们 丢弃他们 不再管他们的死活呢 还是说神这一次 真的是 他不知道神究竟会不会拯救他们呢 神还会再一起带领他们 从危难当中走出来吗 其实以色列人 完全不清楚自己的未来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盼望在哪里 他们心里充满了恐慌 而从以色列亚四十章开始 他记录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神再次的拆派这些先知们 来到以色列人当中 不过这次传讲的 不再是警告和审判的信息 而是安慰和拯救的信息 神要与这些无奈的 忧愁的 彷徨的 不知道如何的 这些以色列人 连接在一起 向他们展现出 自己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让这些以色列人 认识到自己以后 对生活有盼望 而神向以色列人 首先展现的 就是祂的公义 还有慈爱 祂是一位公义的 还有慈爱的神 我们看到 今天经文的一到二节 首先神吩咐先知们 要对困境中的百姓 去说安慰的话 向他们去宣告 宣告他的战争已经结束 他的罪孽已经赦免 他为自己的一切罪 已经从耶和华手中 加倍受罚 我们看到神 一开始就明白 和认同了 这些以色列人 所处的这样的困难环境 不过他没有因为 要安慰这些以色列人 就一味地哄着他 而是帮助他们 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 帮助他们明白 自己的处境是怎么样子的 原来以色列人 他被掳 不是像他们所担忧的一样 神原来是被 神抛弃了他们 而是神 要按照人当得的 来对待他们 尽管以色列人 是神所亲自拣选的 是属于他的子民 但是当他们悖逆 犯下各样罪恶的时候 神还是会惩罚他们 其实这也彰显出来了 神 其实公义的神 他不会迎着个人的喜好 或者关系 就改变自己的原则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神不是公义的 会怎么样 他可能就会 按照自己的喜好 直接赦免人的罪 他也根本就没有必要 让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来舍命 来洗清人的罪 不过这样一来 我们也就不可能 从耶稣那里得到救恩 那整个基督信仰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其实圣经 他一直都在强调神的公义 也正是因为神是公义的 所以他赏罚分明 让那些悖逆的人惧怕 但是更让那些顺服神的人 那些依靠神的人 有盼望 这是神 是公义的 才让那些顺服神的人 有盼望 不过在这里经文 他加倍受罚这些经文 其实翻译的不是很好 不是说神 这要加倍受罚 来表示他是一位特别严厉的神 我就是要让你的惩罚 就是为了让你受的罪 要加倍地受的惩罚 圣经不是要显述出 他是一位严厉的神 而是 其实是与当时的风俗有关 如果当时那个时代 如果有人欠了 欠了别人的债没有偿还的时候 债主 他可能就把那个 所欠的数目写下来 来钉到那个人的大门身上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个人欠债没有还 但是如果当这个债务 已经偿还的时候 那个债主就会把这个债据 他折起来 钉上 他就变成了两 他就变成了一个double的 变成了一个 合起来的一个东西 钉在上面 表示就再也不再追究了 原来先知 原来神要先知宣告的 这样一个内容 是令人欣喜的 值得高兴的事 他意味着以色列国民的罪债 已经偿还了 神的惩罚也已经结束了 而神的公义 也通过这样那个罪债的偿还 也已经彰显了出来 以色列人的罪债 已经偿还了 这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 其实不只是公义 神的惩罚 我们可以从神的惩罚当中 还看到出他的那个慈爱 神的惩罚还彰显出 他自己的慈爱 我们从神对以色列人的称呼来看 神从来都没有忘记 这些是他亲自拣选的子民 他们之间是爱的一个关系 他要先知们 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而这样一种爱的关系 是神安慰和拯救 他们的基础 也只有从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角度出发 才有可能明白 神所做的一切事情 他的惩罚不是一时之气 而是非常有目的性的 是要通过惩罚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 让他们能够回转 让他们能够重新地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其实这是为了他们的好处而惩罚的 其实这就像是有点父母治愈孩子 爱孩子 你不可能是一味地纵容孩子的坏习惯 纵容孩子的错误 任凭他们去做那些错误的事情 当你真正地爱孩子 就是会用教导 警告和惩罚的方式 不让孩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其实在和西阿书他记载到 以色列人他不断地犯罪 跌倒 那神却不断地供应救赎他们 就像慈爱的这样一个父亲一样 教导孩子行走 当孩子跌倒了 受伤了 父亲立刻就向他们抱起来 医治他们 但是孩子却是怎么样 孩子却懵懵懵懵懵 他不知道父亲抱着他 用慈神爱所牵引着他 这些医治都是为了孩子的好处 都是因为害孩子的缘故 都是因为不想让他受到伤害 他们反倒以为 父亲是在束缚他们 是在管教他们 这次我去到慈云的老家 其实也去了不少他长大的地方 去追忆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去那个农村探望他姑姑的时候 就走了一条很长很长的一个坡 慈云的弟弟就讲起了 他在这里幼年的时候 跟慈云的一些的过往 之前他们每一次放假 都要去姑姑家住一段时间 因为离家有一段距离 好像十公里的样子 通常都是骑自行车过去的 不过有一年初中的时候 慈云的父亲特别地吩咐了他们姐弟 不要骑当中的一辆自行车过去 因为那辆车的刹车已经坏掉了 骑在路上很容易很容易出车祸 结果怎么样 弟弟就没有听话 觉得一切都静在 觉得一切都静在掌握之中 后来在那个下坡的土路上 他骑着自行车就冲了下去 车就失去了控制 掉在了旁边的水沟里 他身上很多很多地方都受伤了 脸上也流了很多的血 当时他第一的反应就是 看看自行车有没有摔坏 他回家以后可能被爸爸发现了 会受到惩罚 他也很担心 父亲看到他受伤以后 会问他你怎么样受伤了 你怎么不听话 我叫你骑那辆车还不骑 还是要骑 他不确定父亲发现以后 他会经受什么 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躲在姑姑家 好多好多天都没有回去 他要姑姑帮着瞒着 不让告诉父母 要等到伤好了再回家 而这样一种处境 是一种担惊受怕 他不确定 不确定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处境和心态 内心里面也都充满了煎熬 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受伤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 既然已经得到了教训 父亲也就不再会有更多的惩罚了 而是担心他的创况 期待着孩子能够快快地恢复健康 这孩子也要通过这些事情 来明白父亲对自己的这样一个态度和心意 也更好地认识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父亲 就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当中 从以色列人的一个经济当中 我们看到神的 神的公义和慈爱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人 为了要以色列人回转向他们 而此时此刻那些困苦当中的以色列人 当他们明白到神的公义和慈爱的时候 让他们明白到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 明白到自己就算犯了错误 神也不会放弃他们 而是一直以公义和慈爱来守护到他们 既然他们明白了 既然自己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了 那么他们接下来的生活就一定会迎来转折 而神也必然拯救他们 这对于这些处于困境当中 以色列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和慈爱的神 神在惩罚之后也必然拯救 这也让他们对未来再次地充满了盼望 其实除此之外呢 神其实也向以色列人展现出 他的拯救的信实还有意愿 拯救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实和意愿 其实可能你在职场当中 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人 他可能在负责工作当中某一个方面 不过工作当中 工作的时候却缺乏 就好好做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总是缺乏动力和热情 就导致了工作的效率的低下 还有可能一拖再拖 就把这事情搞砸 玩不成工作 当这样的事情多了的时候 他会给众人带来很多很多的失望 而且你也不大可能对他抱有太大期望 对他也会缺乏信任 不过神是怎么样的 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意愿 就是极为强烈的 他亲口说要将他们从危难当中解救出来 并且以自己的信实 所确定所说的一切都会实现 为此耶和华他拆遣自己的仆人 为他预备道路 尽管旷野 沙漠 山蛙 山岗 都充满了崎岖和各样的困难 但是无论前面的阻碍是什么 都会被修得又直又贫 好让神大有荣耀降临的时候 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去看到神的同在 看到神的降临 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有点多此一举 神要到来的时候 怎么会被这些东西所阻拦呢 不过这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 这是意义重大的 其实当时的那些君王 要下到民间视察的时候 他总是会派先前部队 把这些路修好 以便君王的到来 当百姓看见别人在预备道路的时候 他心中就有底了 他就知道了君王将要来到他们的当中 而先知安慰性的信息 就像是困苦深渊中 一道曙光照进了那些聆听者的心中 预备好他们的心 接受神的救赎 而耶和华这位荣耀的君王 他终将以那些不可抗拒的得胜的气势到来 就算太多的困难 也不能阻挡他 世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阻挡他 这些沙漠不能 众山也不能 神终将来到他们当中拯救他们 当这个拯救的信息临到 安慰的信息 拯救的信息临到百姓当中的时候 却有人在那里发声 他们对先知安慰性的话语提出质疑 你们的神怎么可能会削平大小山岗来拯救你 看呢 当初他连你们敬拜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耶路撒冷都没有为你们所存留 他当时都没有拯救你们 现在怎么可能会推翻人世间最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帝国 带你们重新回去呢 他一定不会这样做的 面对质疑 其实先知完全没有迷失方向 他很清楚神是信实的 他很清楚自己所呼喊的安慰的这样的信息 而终将实现 并且他进一步地反击外界的质疑声 说凡有学气的 竟斗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孤堪 花必雕残 唯有我们神的话语 必永远立定 其实没有什么会比野地的花草 更能展现出生命的这样的来去是这样的迅速 它生长得很快 它也很快就凋残了 风一吹它就发旺 再一吹它就凋残了 其实在永恒的这样的一个权能的神面前 世界上其实凡有血气的 其实都选得短暂 空虚没有能力 即便这个强大的巴比伦王 他的生命也要像花草一样归于尘土 根本没有办法长久 人类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存到永远 但是只要神发出一句话 却必然永远长存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或者事物能够改变神的话 而正像就像神曾经说的 审判将要临到以色列人 这句话已经通过贝鲁应验了 同样的 他如今所说的复兴和拯救将要来临的话 也必然会应验 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得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之前我也就很久没有回国了 我还有好多的那些亲戚 在外地 他们很早知道我们要回国以后 就邀请我们回去的时候 也去到他们的城市 他们想要看看我们 想要去见见孩子 不过我们因为带着两个孩子要跑 天天都是三十多度 跑得太辛苦了 所以后来行程的安排 只是回到我的老家 还有慈云的老家 就是江西和福建 结果呢 我的大姑她也专程地从广州跑过来江西 其实她都快七十岁了 身体也不是那么的健康 正好还碰到七月初学校放假 很难买到高腿票 但是她还是坚持地买了商务座过来的 在老家住了两天 跟我们吃了两顿饭就回去了 我小姨 那时候她也正好是在贵州出差 她也专门地看我们 一天以后就走了 后来我们去到 慈云家去到福建 他们的亲戚也都是一样的 之前我提到那个弟弟 他是在深圳 把开着那个店关了几天 他才回到福建 其实正是这些强烈地与家人团聚的意愿 促使他们去克服更重要的困难 花费很大的代价 与我们来相聚 也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感激 得到安慰 也让我们知道 他们不只是表面说一说 我会来看你就好了 而是真真真正地想要见到我们 其实弟兄姊妹们 神定义要拯救属于他的子民 他没有在开玩笑 为此他甚至舍去了 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 其实神让我们看到他拯救的意愿 也通过他所做的 证实了他的话永远立定 也证实了他是信实的神 他更让我们明白 神给以色列人 还有给我们的安慰的话语 是信靠得住的 是不会落空的 他会履行 他所说的每一句运行 其实神定义要拯救属于他的子民 他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意愿和信实 其实弟兄姊妹们 还有另外一点 如果你很有意愿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很愿意去做一件事情 却没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会是怎样的 你基本上很难成功 你做不了 不过神的能力和权柄 却是超越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他能够实现他所受下的一切的应许 他一开始 他叫先知们不要惧怕 急着地向西安 向耶路撒冷报告 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好消息 他呼召百姓们都来看你们的神 到那个时候 人们看见的不再是那位预备道路的仆人 而是那位满有能力和权柄的君王 神的权柄 可以让他按照自己所应许的 去施行审判 还有赏赐 没有人能够去避免 而他的绑壁 就像战士一样强大 有能力可以去粉碎一切的罪恶势力 却又可以像一位牧人一样 像一位牧人带自己的羊一般温柔 招聚他们回到他的怀抱当中 神有能力和权柄 而且神一直以他的大能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掌权 不过因为以色列人背逆了神 亵渎了神 所以神特别地使用独别的国家 成为神惩罚以色列人的工具 这也就是说 无论是亚述人还是巴比伦人 外邦国家攻击以色列 将神的子民掳走 都不是因为他们突然而然 就变得强大了 而是因为这些外邦的国家 也都在神的手中 被神特别地兴起 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外在环境 他们所被惩罚的这个过程 其实完完全全都在神的计划当中 毫无例外 以色列人可能因为神的权柄和能力 而惧罚他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当他们回转向神的时候 神也必然会用自己的能力和权柄 将他们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 这也是神给他的子民最大的一个安慰 因为神有能力和权柄 来翻转他们 来拯救他们 其实弟兄姊妹们 尽管我们作为基督徒已经信主了 已经有永生的盼望了 但是我们还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都会遇到世界各种价值观的影响 其实近几十年这种社会 还有文化的趋势表明 权柄和权柄 还有传统这些的概念 变得越来越淡薄 人们更加注重的是个人的思考 还自主做决策 我们不会很轻易地听信他言 这也导致了人们不愿去相信神的话 也倾向于我们要发展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要独立地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到现在我们没有办法避免 自己在学校里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知识 就是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 仿佛我们的能力可以胜过神 而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 我们自己的孩子去学着这个冰雪奇缘 那Elsa她大声地唱 随她去 随她去 世界是有我 我根本就不在乎任何人讲什么 仿佛我们就是天下第一 没有人能够在我们之上 我们也不用服从任何的权柄 其实弟兄弟妹们 我们一直在面临着不随波逐流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挑战 我们稍有不慎 就被这个世界的潮流 冲到远离什么地方 但很感恩的是 我们知道 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发展 神他一直都是掌权的神 我们也知道 神是有能力的神 这个世界 所有的事物 都在他的手中 所以我们要担心和忧愁的 不应该是外邦的仇敌 或者是外部的环境 不管仇敌有多么强大 环境有多么糟糕 多么糟糕 都不是我们首要的 要去看的 我们要担心的 我们要思量的 在乎于是否得罪 那位掌管外有的神 就只要我们能够 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我们属神的儿女 就可以坦然无惧 安然度日 我们就可以靠着神 能够在这个生活中 在这个世界的困难当中 继续地去生活下去 其实这个月早些时候 有一则新闻 我们就已经刷爆了朋友圈 就这个歌星 李文就是在浴室里 用指甲刀割了自己的手腕 然后导致流血不止 最后抢救 无效 就去世了 所以当我们回顾李文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旅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他有严重的抑郁症 他其实在音乐 感情 婚姻 心理健康方面 其实都经历着挑战 但他不堪重负 最后选择了亲身 其实我想 当然他家里有在安慰他了 有在帮助他了 如果他能够得到更多的安慰 他有更多的力量的话 那么后果可能就不是这样子 不过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算是明星 他有着让人羡慕的物质生活 他有光鲜亮丽的外表 都不可避免地 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各种挑战 会陷入到 他会陷入的困难 更何况是我们呢 我们避免不了经济的压力 我们会有身体健康 家人离世等外在环境 给我们所带来的折磨 痛苦 煎熬 挑战 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等等等等 其实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当中 我们可能会怀疑 像这以色列人一样去怀疑 神还爱着我们吗 神是否愿意 毕竟有能力将我们从困境当中 拯救出来呢 就我自己在软弱的时候 我也会怀疑神 有时候严重的时候 甚至是要放弃依靠神 任由这个世界摆布 我就想躺平了 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需要被安慰 需要被刚强的时候 别人能够给到你的一些安慰 但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但今天的经文它提醒我们 神才是那位终极的安慰的神 神从来都没有忘记 那些在苦难当中的神的经验 即便是我们好像是我们看不到他 即便是我们以为着神已经抛弃了我们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忘记我们 他通过先知大圣几乎 他说看啊你们的神 弟兄姐妹们 看啊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是公义和子爱的神 是定义拯救和信实的神 是有能力和权柄的神 而他也必将将我们 从这样各样的苦难当中拯救出来 这是神心自的应许 也愿我们中心定征在这样一位 创始成中的一个身上 也愿我们都能被神的肝和神的杖安慰 也愿我们心中都能够 从神那里得来平安还有力量 也愿我们纵然经过死因幽谷 也不怕刀害 愿神帮助和安慰我们 我们一起来刀害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 我们都谢谢你 主啊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 我们也会经历到死因幽谷的时候 但是主啊 你向我们展现了你的属性 也让我们明白 你爱我们的心里永远不变 你也真是拆派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拯救我们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安慰 主啊你愿意我们的心 更多地去归向你 也让我们更多的困难的时候 去寻求你 也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慰和帮助 主啊我们就谢谢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感恩在奉以赴基督里面 完美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谢谢刘传道的信息 听众姐妹请起立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回应神的恩典 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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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神的歌 和歌曲歌 我心仍要三倍 凡是心靠住 不是去盼望 因为我心仍要三倍 我的主仍然在成全 踏避在沙坡开江河 在荒野开道路 随思念守抵 却不被困住 我要在沙坡中责备 在荒野中宣告 我的主仍然在成全 踏避在沙坡开江河 在荒野开道路 随思念守抵 却不被困住 我要在沙坡中责备 在荒野中宣告 我的主仍然在成全 我要在沙坡中责备 在荒野中宣告 我的主仍然在成全 我要在沙坡中责备 在荒野中宣告 我的主仍然在成全 我们真的是能够一起唱诗歌 一起聆听神的话语 我们也在神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领受到神的祝福 我看到今天还有 有三位弟兄姊妹 三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我来看一下 第一位是必有欧阳庆监 我们可以请你站起来 好吗 我让大家摄影一下 你是在西基大学读书对吧 对我们大会我们也会有学生团 你也会一起来参加 其实跟大家偷偷说 他是我老乡 我们也欢迎他 然后他这周五才过来 好我们还有 第二位是郭强峰 我们可以请你站起来 您是来 你是短暂来到这边 对我们也欢迎 你们你是来旅游还是 好我们也欢迎你 我们待会有早茶的时间 我们请你留下来 我们更好的认识好不好 还有一位是Sophie 我们可以请你站起来吗 Sophie 你好你好 您是 你是walking holiday 你是从 从台湾来的 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 我们待会我们后面 有一位新人桌子 我们会把这些椅子搬开 我们会摆桌子 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一起有早茶的时间 好不好 我们欢迎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应该都有 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名字 有英文名字吗 刚来什么 没有欢迎你欢迎你 您是来念书还是高中还是 高中啊 我们还有一位 我们的少年高中生呢 我们的少年 我们另外一位少年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高中生也在这里 待会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看着看去什么学校好不好 好 我们欢迎你们 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神 好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报告的时间 所以我们来一些报告 嗯 这里有两点报告的时间 第一个特别重要 我们在八月 首先说一下我们 在过去几周 我们也都一直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我们都有为英文堂 他们有一个许牧委员会 为了英文堂来找一个牧者 这些大家都还记得 那么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经过了许牧委员会的推荐 然后理事会的通过 我们现在想 在八月六号 也就是两周之后的周日 有一个特别的会员大会 中午十二点半 希望大家可以来出席 因为我们需要投票 我们需要 就是这个新的操作 运作程序来说 需要至少33%以上的会员出席来投票 我们才可以通过这项决议 所以真的是很需要大家都可以来 而且时间呢 我们特意调到了十二点半 这样大家在自己的查经班之后 都可以回到教会 如果大家都只是时的话 可能短短的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这项就可以过掉 我们只要把这项过掉了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候选人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在前两周 帕斯赵哥们讲道的时候 运用了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 那个马上要结婚的一个夫妇 他在我们当中 他们也有来那一周其实 就是那个 他叫John Joe 他的太太 现在已经结婚了 他叫Grace 所以这是他们的名字 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 如果你是会员的话 请一定要出席 好吗 谢谢 下面一个 大家之前可能一段时间之前 有做过一个教会健康的评估 一个health check 大家有的有手写的 还有的在手机上做的 还记得吧 这个整个教会都有做 那么现在呢 这个结果已经返回给我们了 然后其实很感谢神啊 也感谢大家 真的是积极的参与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在过往有做 就是每年教会 每几年会有一个 就是类似于人口普查的一个调查 如果我们看一下那个的话 之前参加的人数只有230多位 那么这次做这个健康调查 我们整个教会有288位一起参加 所以是感谢神 我们的参加率都很高 所以总体的评价简短的来说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每周日早上 都有收到newsletter 在5点多教会系统会发给大家 这次的这个健康调查的整个的报告 大概有30多页 大家其实也都这次在newsletter 一起发给大家了 虽然很长 但是呢我希望大家 我们都说教会是我们的家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家 其实健康状况也真的是很重要 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真的是稍微去看一下 如果你对就是这些分析啊什么的 很有很大兴趣的话 你通过他们的一些表格 一些数据 其实你能看到很多 有意思的东西在里面 就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我们的CPC 整体的健康状况 其实是挺好的 然后呢大家大部分的回答 都是倾向于同意或者强烈同意 然后呢有一些东西 也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 和有不同意见 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了 这个毕竟我们在教会当中 有不同的声音也是好的 在主要优势方面呢 我们有两点 主要是以基督为中心 还有以宣教为目标 这两点是我们的优势 然后我们还可以有进步空间的地方呢 是和其他机构的一些合作 还有就是和其他教会组织的一些合作 这方面 还有在这个建立门徒 还有领袖 就是因为我们的领袖方面 在我们的领袖 Turnover这方面 可能还需要有进步的空间 相对于国语堂 大家可能也比较有兴趣 就是我们也并不是和其他堂会比较 但是相对于国语堂有几点 挺有意思的 向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田表格的人群 我们是按这个年龄划分的 大家知道对吧 那么呢有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在19到25岁 我们国语堂是百分之零 所以少年们你们都去哪儿了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高中生 对不对 我们大家19到26岁当中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这里 所以下次填表格的时候 一定会请你们来填 好不好 就告诉他们 我们国语堂是有年轻人的 开玩笑 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国语堂的大家 我们的在会员中当中 我们的会员率是百分之七十一 这在其他堂会当中也都是相当高的 所以真的是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 都对教会是有很大的归属感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 是关于这个family connection 这一点上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记不记得一个问题 有说你是自己来教会的 朋友带来的 还是家里人带你来的 这一点上呢 我们的粤语早堂 他们的我自己来和英文堂 我和父母来 他们是有很大的联系 基本上都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 所以他们的第二代都是在 都是在英文堂 那么我们国语堂就很少 相对只有 我们有百分之四十一的人 是自己来到教会的 那么呢 和父母一起去英文堂的 国语的孩子们 其实是很少的 就将近百分之二 不过这个没关系 给我们十几年 我们也可以达到更高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关于这个 这个距离教会的这个距离 我们百分之六十的教会的 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来到教会的距离 都在十到二十公里当中 其实并不近啊 如果你想到周日的早上 我们九点需要来到教会 其实这个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数据 都看到我们真的是 对我们的教会 对我们的国语堂 是有很深的一个归属感 我们才可以做到 所以都感谢深 然后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在欢迎信任方面 是我们国语堂做得非常好的 所以请大家继续保持 所以请大家一会儿 在给我们的信任方面 要告诉他们 我们欢迎信任有多好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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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报告 他现在已经是我们教会的 职事 是那个什么 领导理事会的委员了 理事了 所以呢 其实他现在就按照章程来讲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 长时间在办公室 做这个行政的主任 所以教会在招聘 如果你是有爱心的 愿意服侍神的 然后你也有流利的中英文 跟电脑技能的话 我们也可以鼓励你 来到来教会的这样办公室 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工作 来服侍神 和服侍中弟兄姊妹 好不好 我们有兴趣的 我们可以联系微远 或者是联系我 问一问 都可以好不好 然后教会是我们的家 然后呢 我们都想我们的家更好一点 但是不要把你们自己 不要把各自自己家里 不要的东西来放到教会来 好不好 其实教会有时候也很难处理 这些事情 有时候 对啊 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东西 你想要给教会的话 不要自己就私自带来 你先跟office的人先沟通好 然后再做妥善的安排 好不好 我们先跟office的人去 跟Vivian先联系一下 确认以后再拿过来 当然还有失误招领 我们在那边有 因为我们教会是要做一些清洁 我们为了要把教会更好的去 打造更好的一个教会 所以会做一些清洁 然后那边有个失误招领的柜子 如果你有一些的东西的话 你曾丢过东西的话去那里看看 看你的丢失的东西有没有在那边 在7月31号我们就会清理了 好不好 让大家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周二的祷告会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 然后下一周是我们的苏家俊 Evan弟兄 他来第一次讲道 我们这个礼拜要为他好好祷告 好不好 他这个学期呢 他要学习讲道学 他也要练习讲道 这是他的第一次的讲道 所以大家这周特别的为他祷告 好不好 让他能够去更好的 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讲出来 好 这是我们福射弟兄姊妹 也预备好自己的心 来服侍我们的神 那我们今天的崇拜差不多到这 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 来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胜利的浇灌和感动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特别是与那种自身的困境当中 需要被安慰的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天一直到永远 Amen 好我们一起唱完赐福与您 我们唱完以后 我们也可以彼此 唱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问安 然后我们也可以 完了以后就散会 墨岛散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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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n Amen Equit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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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